4月份,我国主要生产需求指标通比增速回升明显。 从服务业看,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通比增长13.5%,比上月加快4.3个百分点。 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业明显改善。 从工业看,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通比增长5.6%,比上月加快1.7个百分点。 其中,新能源汽车、太阳能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5.4%,69.1%。 从消费看,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,910亿元,同比增长18.4%,比上月加快7.8个百分点。 那么随着经济的恢复向好,就业市场的岗位需求在逐步增加。 承证掉压失业率呈现继续下降的态势。 那么4月份,全国承证掉压失业率为5.2%,比上月下降0.1个百分点。 连续两个月出现下降。 近期,大家对价格走势比较关心。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, 当前价格低位运行主要是阶段性的。 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,总的来看,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。